又是我Kenny 跟大家吃下马场花生 我们的华人骑士 新一哥何宅妖 今季成绩当然是 在Top4里面 今天打咪的时候 何宅妖又有话说 骑者 何宅妖受访的时候 说非常感谢 威哥即是吕建威 坑坑声那位 坑下去坑声 一直以来的支持 希望可以继续 为威哥建功 星期日 各族第七场三班黎地 这一只标 什么标啊?标之锐 就是他们合作里面的 其中一只精品 这只由阿摩转过来的日本马 自从打开了 日本马的胜门之后 已经是连续 两场赢马 而且都是排外档 尤其是前一仗的姿态 是禁住过来赢的 对上那一场 叫做赢得短距离了 一点点 但难度都是不低的 何宅妖打咪的时候就说 他说标之锐上场的对手很强 并且排在十档起步 沿途就在外跌 望空没有遮挡 形势是很不利的 他说当时的赢马 姿态就没有预期那么轻松 但是都交出了他应有的水平 这样说 他说这只马目前的状态 保持得很好 在三班集中跑泥地的千二米 只要交出水准 这次仍然可望有好 的表现 上次赢了马的 彪之锐 今天加了他两磅 但是档位由十档 移到内档 外跌望空的情况 希望会有所改善 呂建威又为这一只马 打王牌而来 但是这次 对赢的对手 和上次有少少不同 要面对珍力宝 安哥 鸿运大师 帝豪 保保 这场马小弟 觉得 全场都是泥地马 来禁制 只有一只两只 但是也有可能泥地得 这只标之锐 日本马可不可以 连续三折呢 是不是何宅耀 继续为他交到好表现 看一下这只标 上了链了没有 你 讲开又讲 我们的风云人物 十三少韦达 现在呢 已经是连马斯的top 4 拿了19 win 真的走势呢 就一直在这个上升轨之中 好像炒股票那样 都未摸顶的 周日 他又派出上次一出 就已经赢到的超能力跑 这个五场四班的泥地迁移 那是伟达的第一只落地马 第一只PPG一出职性的马 相信对他来说 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就是不是摺人手的 是我一手冲出来的 这样 那这次呢 又再报同情 瞄准这个路程 再来捞食 小弟上次都做了一个 叫做独立马匹联合体 因为他就执了个外档 但是试集已经是1分09秒5 这个时间了 那我终之跑出来呢 就跑1分09秒38 如果我没有记错 那赢了 刚刚就在外档一冲 就过了今次同场的理想回报 过半马位 那他听我说这么多废话 有鬼用什么Canny 你口水多个茶 那听听田泰安打咪的时候 怎么说呢 田泰安今天笑笑口 受访的时候就说 好鬼死满意这只马 上次的赢马表演 希望今次可以再下一成 那大家都记得 小弟也报过一条片 田泰安 拿着那滴鞋油 那支鞋水 在韦达的鞋里滴下去 又说顺义保 又说练马 又说练马 又懂得跟马沟通 等等等等 明白马 又希望和韦达 继续加强合作 希望交到头马 怎样怎样 那些鞋油 真的散到轮轮轮轮 没得顶 韦达 不知给了多少提示 那田泰安再说 他说这只超能力 上次可以克服到这个 不利档位 即是十档 就赢马水准 十分高 这么说 他说赢完马之后 这个就是重点 他说赢完马之后 评分肯定是会上升的 难道会下跌吗 是否这么说 现在是朝气勃勃 好像我们早上睡醒 朝气勃勃向上升 他说今次呢 就要付到133磅上阵 但是呢 我不担心这么说 不是我 是田泰安 不担心 他说一来 他上次赢马的水准够高 二来刚刚星期日 即是12月29日 田泰安为这只马快粗的时候 他说走势良好 一说到超能量的日后部署 应该超能力 田泰安表示这只马 证明黎底是没问题 至于可不可以跑草地作赛呢 他说要交给韦达来做判断 这些就叫做不要抢人风头 是否这么说 田泰安 好耶 这么大一题啦 投不投注的 士兴自己定夺啦 那么说开何宅妖 说完就又说啦 贵为华将一哥 今次呢 有8只马上阵 今个星期日 虽然不是fullbook 但是呢 一半马上次都是入Q以上的 有一半马上上都是交到好成绩的 那么出师第八场呢 三班千四那只保粮局杯的元朗之星 哎 小弟上次都叫做 呃 中了一点啦 那么 今次虽然挂头牌呢 背到133磅上阵 但是啊 何宅妖对他呢 好像都是有信心的这样说 听一下何宅妖怎样分析啦 今早他打咪的时候就说了 他说元朗之星呢 是一匹很优秀的年轻马来的 只要心智上更加成熟的话呢 未来将会有更高成就 这样说 他说上次赢起上来呢 是有余未尽的 他说平分那方面呢 还有上条的空间 就是又是有条上升轨 现在在挖上去的 那什么时候摸顶就不知道了 他说状态呢 仍然是维持在上场赢马的水准 这样说 他说虽然啦 元朗之星呢 大前仗入闸就有困难啦 开闸的时候 那两只脚就浪了在那个架那里 好像按摩那样 把脚浪高了啦 那就影响了他的作战水准啦 但是这两场呢 何宅遥一瓶上去的时候呢 他入闸时都很文静啊 不知是不是何宅遥那一阵 除了元朗之星一闻到呢 就觉得OK那样啦 就是何宅遥瓶上去就没事了 那何宅遥就说了 他希望呢 星期日赢马入闸的过程呢 都可以畅顺地说 希望就出闸闸 以发挥出最佳的水准 希望争取连接地说 那大家都留意一下啦 这个元朗之星呢 上一场入球的时候 要摆在前面的 但是刚刚赢那一场呢 竟然有得成理所远的那些 在前面走呢 他就坐在四位入席路有得折 即是马是有进步的 真是改变的 改变啦 但是呢 今天要背到133磅呢 也都是有一个小小的压力的 但是这只马呢 都叫做一只质身马啦 小弟个人觉得呢 马我就不害怕的 这个马房会不会连接呢 那师兄一定要自己细心去分析一下 马就是有质素的啦 那何宅遥骑上去两次都OK的 那都是老讽那句啦 投不投注的都是师兄自己定夺啦 我说一件关于潘先生的马长花生 那这位我们香港的风云人物之一的 潘顿先生 冠军的骑士啦 就37岁牛一生日啊 那问到他的生日愿望的时候呢 他就简单这样说一句 希望多些赢马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都不要说 只是说多些赢马 那当然啦 是钱来的嘛 赢马就是钱 又有钱 再加上又有得威 哪个不想啊 那他就说啦 会和家人呢 慶祝吃一下饭 这样说啊 咦不是吃西餐吗 是吃饭的吗 那他一对的宝贝子女呢 也都画了张生日卡送给潘顿 我心想啊 潘顿应该呢 真是云陀陀啦 好像喝了整瓶红酒 那样说啊 令到他啊 吞到悲啊 那啊 潘顿对上三季呢 就在自己生日前后 那两个赛马日呢 都有骂赢的喔 那这些虽然是一些马长花生啦 信不信的 就是信则有 就不信则没有啦 总之就生日前后 都说有骂赢 那样说啊 尤其是生日后的赛日啊 那今天1月3日是生日啦 1月5日就是生日之后的赛日啦 他都是可以 喜马而回的喔 就是霉开二道啊 身体好就当然是霉开二道啦 那看回潘顿那天有什么座期啊 那大家都可以看一看他啦 那那潘顿那一天呢 就全部都full book的啊 就是至于啊 有些机会的马呢 都是不少的 好似落班的盛世啦 有速度的梦幻人生啦 还有一只 上次已经是跑回水准 没有被人阻的理想回报啦 上次又被人阻的神咒复星啦 再加上一只 曾经健康有少少问题 不良医痕 但是今天呢 就跑来来地的新力宝啦 还有一只 又是落班的威尽区啦 还有一只呢 就是放弃两只罗夫船 那只精神威和超级绿洲 而将个Law Pack 带上去高东尼 这只仗瑶那里啊 再加上美长一出 已经跑第三的 罗夫船马房的 藤龙区啦 那究竟有没有 生日礼物给啊潘顿啊 那当然要跑过折子啦 那我都是做一些八卦的角色 和那些师兄去补补啦 至于投不投注的 当然是师兄自己决定啦 因为那些钱是各位师兄的嘛 那好吧 今天和大家吃的马场花生 就到这里啦 最紧要是希望各位师兄 都可以赢多些啦 拜拜